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者阿米的阿米秀 前振兴 化名老秦 Cogolinks 杰辛国际高级副总裁 据介绍 Cogolinks是杰辛科技集团的跨境业务资品牌 杰辛科技集团旗下包含国内支付品牌随心附在内 涵盖智慧支付 智慧经营 跨境支付和产业金融四大板块 老秦的个人简介让人眼前一亮 十多年的老支付人 国内支付 跨境支付的多年从业和管理经验 拿过风头创过业 见证过支付 互联网创新的低档起伏 作为连续创业者更是见证着中国支付 互联网和跨境出口电商近十年的变化 虽是第一次见面 我们却在不少跨境电商行业问题上 有着不约而同的认知和判断 多渠道跨境出海 正在让大中小卖家们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清贫牌战略 多渠道融合 产品出海 境内外资金税务合规和逐步本土化 是跨境电商行业必然发展趋势 大中小卖家重新回到多渠道出海的同一起跑线 由此而来的各种新挑战 看似行业增长困局 实则是雨天超车的最好机会 大家好 欢迎回到看跨境 去阿米的阿米跨境 记得我们的所有的深度内容 都只在我们的官网 阿米歇点靠 今天有一个人 这个人他们的公司跟我们有个渊源 就你们光输 刚刚我们那个镜头外的小朋友问我 你们跟这个公司有什么渊源 我是渊源大了 这个人首先介绍这个人 这个一句话形容叫 拿过投资创过业 见证过支付跟互联网的创新迭代 欢迎我们Cicolink的 应该叫Cocolink的 Cocolink的捷新国际 捷新国际的老秦 这为什么叫老秦 以前创业的时候 一堆的朋友 还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 就是说你们80后 都是是你们的时代已经老去了 所以就起了个名叫老秦 你知道吗 作为这个捷新国际的这么一个高级副总裁 然后被人叫老秦是什么感觉 就像当时当时你们的这个CEO光输薛总 大概是两年前薛总经过广州 所以来我这做了一个下午 说实话当时没给光输好脸色 你知道为啥吗 他跟你说过这啥是什么意思吗 好给我提过 但是细节细节确实没有听过 这个人又不是个懂做生意的人 大概意思就是当时我印象中是 捷新国际 对于跨性出口电商 其实是在做观测 对只是观看 观看 观看一下行业的一些情况 而且整个行业当时就像是1819年 对 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小小的波动了 后面碰上了疫情 行业有个大爆发 又有个小波动 我其实挺惊讶的 我看了一下咱们老秦的简历 下史人都是从CEO 联合创始人 副总裁 CMO等等这级别的 从智能科技到AI科技到所有东西 你是为啥那么想不开 还进来跨性去火电商上赛头 你们光输是给你画了什么饼 把你骗进来的 其实我以前冲过几次业 当然有些创业跟支付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其实从十几年前一直在做的 其实从国内支付开始 就是一直在支付行业 然后支付行业我们会看很多的行业 它是需要支付的体验产品要随着行业 大行业去做一些变化的 就像以前的互联网支付 到后来的很多的一些像移动支付 甚至说是综合体系化的一个支付的一些变革 它是有很多的随着整个行业的大变化 会有很多一些新的机会 跨境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赛道 就这个赛道虽然已经历的前面几年 五年八年的一个快速的暴增期 但这个行业其实它还会有新的大的变化 跟新的一个增长的可能性 所以又回到这个行业的现在大趋势 那现在如果要重新起个项目 它的选择问题 最后我们看下来还是说跨境支付这个赛道 它是一个随着这个行业 还有很大的发展期 它是绝大潜力的 我们还是要回到跨境支付来进行一个创业 2020年一事先起的轻品牌战略 多渠道融合 产品出海及逐步本土化驱设项 跨境电商卖家不得不进行复杂的多国家 多渠道 多场景的全球运营和境内外资金合规管理 对企业运营效率尤其是资金利用率 非要管理效率及境内外的财税合规 提出更多现实要求 这是必然趋势 老亲眼中 从跨境支付的角度来看 目前跨境电商有哪些新的趋势 正在显现和发生 多渠道出海成为越来越多卖家的选择 咱们评价多渠道出海 多渠道出海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我特别记得当时薛总光叔跟我说 我们先看一下 但是我们看准了就绝对会 啪啦啪啦啪啦的 噼里啪啦的一动 结果来了老亲来了 我很好奇 你看你在行业里面从14年 从当时的双创 到后面经历了整一个 跨境出口电商的算是跌上起伏 也算见证了很多的变化了 看了一些 现在的跨境出口电商跟你刚刚进来 这个行业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什么变化 我看到了很多了 我想听听你的 确实会有一些变化 就像行业的很多大数据 它也会展示出来一些内容 我也看一些研究报告 很多研究报告说我们现在进入 其实真正的进入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对叫优化发展期 前面两个是啥 一个是相当于一个非常早期的 一个草莽发展的阶段 那个阶段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的基础设施 不是特别健全吧 但是当时的利润确实很好做 但是确实很多进来的一个 玩家的数量不会特别多 算是小众 小众的一个很多人小圈子知道的一个赛道 一个市场 第二个阶段就是一个快速发展期 快速发展期就像前面的我们可能一个五年 七年的一个或者是八九年的一个时间 差不多了 对它就是一个快速发展期 就是整个行业的基础设施在逐渐满上 也能看到整个行业各类型的 不管是支付服务商 物流服务商开始成熟起来 这个我们认为是个快速发展期 但是快速发展期呢 它一定会有一些问题会出现 行业也一定会有一些变化跟调整 是吧 然后第三个阶段其实就是一个 叫什么优化发展期 就优化发展期呢 它会进入一个 会有一些改变 就它的可能运营模式啊 卖家的一些类型会有些改变 轻品牌战略下多渠道融合产品 出海已是常态 大中小卖家们重回到同一起跑线 从六边形特种战士 到八边形特种分队到全能军团 跨境电商指挥越来越多 想用轻方式快速撞把机会死路一条 提升能力边界的军备竞赛 已经全面展开了 安理跨境智库开脚 三软偶尸舍广州站 第五期开口 新品牌战略想多取到出海运营工具服务情话